28号下午,郭德纲在微博宣传新节目,并将在节目中与爱图张云雷同台出演。 郭德纲戏称张云雷酒醉失足表演艺术家,一再提醒网友注意身体,少饮酒,还告诫大家,喝酒无事,容易被人无限情场失忆,工作不顺。 网友们纷纷响应,今后不喝酒了,改喝鸡汤了,喝啥也比喝酒好,说得对,也别抽烟了。 虽然年龄小,张云雷的颜值吸睛指数颇高优,一身时尚西装,浓眉大眼的俊秀模样,画风看起来呀,与童们穿着长考马卦的师兄弟们完全不同。 虽然半向潮流,但论起传统相声功底,张云雷也丝毫不含糊呀,说学逗唱,样样精通。 这现场郭德纲为捧弟子,还与张云雷搭档配合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,歌运文转,难人寻味。 一花一草散了几的清香,那春有苏地桃红柳绿,这西亚上荷花映满了池塘,秋冠明月如同碧水,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 我表的是峨眉山,多舍西亚街在这新山,寺内把这方丈爱当。